大家好,我是蓮 我是YY 這是上海這幾天來 氣候最溫暖的一天 昨天才7度8度吧 今天突然到了22度 瞬間從冬天來到個夏天 對啊 我們今天要去上海 前陣子非常火紅的一個地方 也是很多觀眾敲碗的一個地方 對,我們要去 全世界最大的星巴克體驗店 它叫星巴克烘焙工坊 它的名字跟人家都不一樣 對,獨一無二 據說它有半個足球場這麼大喔 那我們就走吧 走 我們現在到星巴克的門口了 沒錯,然後我們正在排隊 大家都看得出來 因為現在是週末的下午 所以人潮應該是最多的時候 然後它有說 每三分鐘會放20個地址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來的話 我覺得還是可以排一下 不過可以想見的是 裡面會有多擁擠啦 對 不過也不一定很近 因為它有半個足球場那麼大耶 等一下就知道了 好 呵呵 來,大概10分鐘 專人幫你看 好爽 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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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地消費圈給大家看有多大 有點不知道該從何逛池 走 進門後的左邊會是麵包 還有一些咖啡的點單區 然後右邊會是超多的 衝達克的周邊商品 咖啡商品類類的 然後最後面就是真的烘焙工房 它會現場 烘洞 給你看 然後它會有小螢幕解釋說 現在到哪個程序了 還有很有趣的是 它在天上的那個 咖啡輸送袋 就覺得很像一個工廠 那我們先去看一下 什麼特別的咖啡器具 好 超好看的 好想要 我們剛才逛到一半 然後突然有人叫著我們說 欸你好 我是有觀眾你們Youtube的 OMG 我們第二次遇到粉絲 第一次是在台灣的高鐵站 然後我那一次 對觀眾說 傻眼 因為我們太shocked了 今天遇到我們 底下留言好不好 底下留言 背景千辛萬苦 終於找到位置了 但是坐下來以後 其實還是很迷茫 我們從進來就很迷茫 因為這邊真的太大了 然後在剛剛才找到的這個 探索攻略 我覺得大家來的時候 一定要先看看這一本 不然你會很迷失 不知道自己在哪 你找到位之後坐下來 就會有人來找你點單 然後會給你兩份menu 一個是咖啡的一個是茶的 其實它還有啤酒 只不過淘寶寶不喝酒 這個咖啡的裡面有 有很多外面門市沒有的特條 然後我不知道要選哪一個給你 然後這個是茶的 我來看一下有什麼有趣的東西 有一個新的氣質系列 好像就是把小泡泡沖到茶裡面 然後讓茶喝起來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還有一些神奇的特條 像什麼番石柳白茶 什麼印度香料茶之類的 就是跟外面的飲料很不一樣 什麼都想來一點 如果你在用手機吃不飽下單的話 星巴克那邊坐好就會用手機通知你說 東西坐好囉 可以來吧台拿囉 這是很方便的一個功能 你就不用站在吧台的旁邊等 超神奇 這邊是茶耶 你找的跟奶油 那個什麼 奶油啤酒 奶油啤酒一樣 你有看到它那個在動嗎 人家養樂都在沉澱耶 有一點的禪心桃琴的茶瓦娜 我要喝囉 桃子口味的超綿密氣泡水 上面那個氣泡超綿密耶 真的已經有點奶油的味道 很像奶油的感覺 對 莫名其妙有奶味 不會有汽水的那種味道 它不會說在水果裡面刺刺的 很舒服耶 我覺得很好喝 超好喝的 真的喔 我喜歡 它已經分層了 對我喜歡 大家來這家店的話可以點這個 這是這裡的工坊特調 我覺得超棒的耶 我喜歡 這一個氣質系列是只有這家星巴克才有的喔 大家如果有來的話一定要試試看 你有調甜度冰塊嗎 沒有它不能調辣 超剛好耶 不會太甜 好喔 而且它沒有放冰塊 對啊 好舒服喔 可是很貴 這杯要48 跟啤酒是一樣的價格 好喝推薦給大家 好喝推薦給大家 味道煙燻吃烤芹拿鐵 不知道什麼鬼 你有吃過那種鹹味的泰菲糖嗎 沒有 不吃泰菲糖 小時候會有一種糖果 然後完全就是這個味道 味特牛奶糖 對就是它 就是它 是不是超像 很像 像鹹的味特牛奶糖 對 不用放途片來 我已經幫大家解答了 是不是超像 然後加了一點點鹹味 我不是很愛耶 因為像味特牛奶糖融成水 然後加一點鹹味 咖啡味很大很大 對 可是比較綿密一點 我已經請它幫我用 比較苦的咖啡酒 來看一下 它用的是 格拉維塔 綜合咖啡豆 2018 典藏版 OK沒有理解 我還是愛茶 擦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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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不喝喔 這個嗎 對 這個真的太甜了 完全就是融了10顆 偽特牛奶糖的味道 太甜了 喝不下去 好了啦 放開它 現在是晚上6點左右 出來的時候發現 外面已經沒有在排隊了 就是 只有正下午的時候會排隊啦 其他比較冷門的時段 就不會排那麼多人 欸 它門口很酷耶 剛才在排得太多人都沒看到 你看它最上面那一隻美人魚 是兩隻尾巴的耶 就是最傳統的那種星巴克 然後它那個木門也做得超有氣勢的 很有質感 超有質感 它的那個把手上面都還印了他們那個 星巴克的阿 對 那個星星 總體來說 這家星巴克雖然非常非常大 但是因為有很多人嘛 那你不會覺得太擁擠 因為它每一個分區都分得很好 它是按照每一個品類不同來分區的 像什麼 它有不同的沖泡方法 對它有茶區阿 然後冷萃咖啡啤啤酒 blablabla 就是它都規劃得非常好 一個區一個區在一起 然後都會有專人來為你解說 所以說在逛起來的話 是很有邏輯性的 對 那它商品陳列的方式 也有按照不同的主題 不會說 就是一整排過去演話撩亂 對 然後它位子其實蠻多的 所以大家如果來的話 就是不用覺得說好像要快閃這樣 你們真的可以慢慢的去了解 它每一個產品背後的故事 然後有一個重點就是它 真的很好美喔 然後它雖然產品的價格 比一般的星巴克還來得高 但是它整間店給你的文化體驗 那種環境氣氛的那種營造出來的感覺 都比一般的星巴克來得更好 所以我覺得以它的 今天我喝到的這個工坊特調的飲料來講 它的價格是不會對不起它的品質的啦 所以我覺得 很潮很潮 真的是貴 可是偶一為之 或是偶爾來體驗品嘗一下 還真的還划算 不會說有點浪費錢那種感覺 然後它有很多外面星巴克沒有的品項 像是啤酒 然後還有一些拼街花茶 就是可以自己選你喜歡的花茶怎麼會拼起來 然後還有那個氣泡的那個茶 就是我們喝的那個 那個超有趣 還有很多是不一樣品項的咖啡 好啦 今天的半個足球場 星巴克一次游就到這裡了 然後順帶一提 我們開了Instagram跟Facebook的帳戶 大家如果想要看更多影片 然後跟我們互動的話 記得追蹤我們的Facebook 不對 YouTube的Facebook跟Instagram喔 路上看到我們的話 也歡迎跟我們打招呼喔 我們最近有遇到一些觀眾 然後覺得很開心 希望可以有跟大家更多的互動 好 那就這樣吧 今天就這樣吧 掰掰 掰掰 掰掰